歡迎收看上午十點中天新聞 我是洪淑芬 第九屆新任立法委員在今天報到就任 國會換新選 平均的年紀不到50歲 而新科立委在今天早上宣誓之後 已經拍照合影 身後即將要投票選出新任的 立法院院長跟副院長 目前的最新情況 請林佳元來告訴我們 佳元 好 帶你關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今天是立委的報到日 同時也要選出立院的龍頭 你可以看到 這是在議場裡面的最新畫面 這個就是蘇嘉全在跟他們黨籍的立委們 非常開心的在合照留念 為什麼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這將是國會首次政黨輪替之後 而且是由民進黨第一次有機會 非常可能拿下立院龍頭的寶座 因為他們有68席單獨過半 待會十點半的時候就要進行投票了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的民進黨的人選 包括蘇嘉全 他旁邊站的就是蔡其昌 現在兩個人也已經站在一起展現出 他們兩個正負龍頭 而且勢在必得 另外可以看到民進黨之外 國民黨35席也是說要票票入軌 絕對不會跑票 而且待會要觀察重點就是民進黨說 他們會技術性的亮票 到底怎麼亮票呢 我們待會也會持續帶你來關心 待會剛才的時候 9點37分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還有包括國民黨的立委 113席立委通通在外面合照留念 你可以看到大家其實都非常開心 而且很多的女立委們特別都是穿著紅色的衣服 那比較特別的是 王金平跟柯建民兩個是坐在一起的 而且兩個人都很有默契 別上的是紅色的領帶 至於王金平他今天即將卸下了17年任期的龍頭寶座 他自己怎麼說呢 一起來聽聽看 這個院長有院長的角色 委員有委員的角色 這個各不是班連的功能不一樣的 所以今後就要進一份委員 又兼有過去幾十年的立法經驗 還有六年的副院長 17年的院長的這樣一個資歷 一個經驗也應該做不一樣的貢獻 好 再過不到半小時 也就是十點半的時候 其實立法院就要進行正負龍頭的表決了 那先上場的十點半是龍頭的表決 那可以看到蘇嘉全他勢在必得 待會他即將有可能就成為民進黨 有史以來第一位國會龍頭 請鎖定中間新聞 別走開 馬上回來 好 謝謝佳元智 我們看到在立法院的最新情況 那麼稍後的十點半 即將要進行立法院長的投票 我們到達了